大陸为期三天的六角军演 我刚刚提到已经开始了 开始了两个小时了 好那这是不演的新闻台朱凯翔说了 中国预告军演员区已经 达到了触发空袭警报的条件 但是否会发送 还是要由空军作战指挥部综合判定 朱凯翔说他们这一代的台湾人 应该都没有听过真正的警报 一旦想起那些依法必须执行人车避难 作息中断将会非常有感 会不会这一天还真的是到来了 不过看 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军演前的台湾的航通图 整个这个区域 就完全都已经算是进空了 客机避开整个军演的区域 那这个是来自央视 这央视 走上9点半还到处客 是不是 可是你现在空了嘛 对不对 差不多 那因为已经开始了嘛 就从今天12点演讯开始 那事实上其实从中央 就很热闹了好不好 昨天晚间就有27架的战机扰台 那有22架跨越了海峡中线 当然就是对台湾空房会造成 非常非常的大的压力 那么挑衅意味自然也相当的浓厚 那么大家都在说 专家也在讲这一次对台海 还有演讯的规模范围 都比1996年的台海危机更严重 所以台湾这边呢 台东的幻象战机已经挂弹升空了 那么同时我们来看到这个共军 也很快先出招 首次派无人机 侵扰金门 那我陆军呢 射了信号弹市井驱离 那当然有些人说 怎么有点弱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呢 共军已经实弹演习展开了 而且围棋三天 但是小琉球第一线 成了这个摇滚区 在当地的游客 继续玩啊 大家都说有什么好怕的 船公司的人员说游客确实会有点紧张 不过紧张的是 担心船不开啦 担心船会因为演习而停开 不过因为有一连串的这个动作 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包括现在其实 你说真的不紧张吗 也未必哦 有一种那种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的感觉 甚至包括昨天在这个桃园 还有淡水上空 佩洛西离台之后 突然出现这个不明红光 闪闪缩缩缩 狂闪一个小时以上 大家想说这是什么 这跟对岸有关 是军演有关吗 引发热议 不过气象局解释了 局长正名点说 其实呢这个就是闪电啦 好那因为蓝色光衰退较快较远的地方 看到闪电光偏橘红色 好那大家 还是难免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 不过我先请教亮哥 真的确实紧张 该紧张了吧 不当然就是怕有插枪走火状况 尤其是南部那个距离高雄只有20公里 那我当然也不认为说 这个共军有意要发动攻击 不过基本上他要的是一种模式 就是说 什么模式 就是跨越中线 那对台湾全区做包围 那目前是这样啦 就是说现在要看 就是国际的反应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佩洛西离开台湾的同时 雷根号也死向东方 走啦 那这个就有点奇怪啦 因为96年是共军宣布要演习 然后美国派了两个航母到台湾嘛 那怎么这次刚好倒过来呢 对 那而且美国明明就知道 而且你要知道 这个包围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军演 事实上不是演习的 他把它叫军事行动嘛 是佩洛西落地台湾那一刻 他就公布了 8月2号 然后就直接说是8月4号12点开始 所以显然是故意跳开8月3号 那就是说 这个不是中国对美国的行动 而是针对台湾 那如果美国就是不管啦 美国基本上如果说是自知不管 因为目前大概只看到 一架P-8A的巡逻侦裁机 飞到西南海域嘛 有追踪到 有看到 那网民就已经热爆了 爽爆了 说这个好勇敢等等 我们应该是期待雷根号回来吧 怎么会是P-8A呢 那是一个什么巡逻机是不是 是啊 它基本上不是攻击性的嘛 你怎么不是雷根号回来呢 那这个事情如果说是中美有这样的默契 那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你要知道 中国大陆要凸显的那个意义非常明显嘛 就是说这里就是中国的领域 那他要抗议美国还有台湾在普洛西访台这个过程当中所制造的那个挑战一中政策这样的一个意涵嘛 所以美国是要做回应啦 美国应该要回应啦 结果美国不回应 美国今天早上布林肯的回应只有写呼吁北京要节制 意思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行动并没有说你不正当 不可以 立刻给我解除 他并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台湾也是 我们台湾那个蔡总统今天的回应就是说 这个这些演习活动纯属不必要 他有喊说要对话 对 他说两岸需要建设性的对话 这些纯属不必要的活动 所以你看你现在突然看到抗中保台不见了 对 你有没有发现 是 我再问你啊 我们那个每天早上起来就要 那个坚如磐石喊三次的吴钊蟹怎么也不见了呢 对耶 美国不是一天到晚在喊自由航行吗 那这个不是典型的违反自由航行吗 这么多飞机都不见了 我今天早上看那个航班图 9点半的时候全满 满的 咪咪妈妈 咪咪妈妈 现在变成这样 对啊 然后我刚才看到一张日本的 日本的航班要飞回日本 他居然起飞之后往南开啊 一路开开开开到最南端 然后再从那个缺口这样绕出去 那日本怎么不抗议呢 韩国也没有抗议啊 我们现在看到陆续停掉的航班都是韩日为主嘛 对 那为什么韩国跟日本政府不出来抗议 说你这个违反自由航行 我讲这个是要凸显什么了 平常嘴巴都在讲自由航行 坚如磐石 抗中宝台这一些人 到了危机真正出现的时候 每个人都躲起来了嘛 就这意思嘛 每个人都不敢做有力的反击嘛 这里是中华民国的领海领空 你面对威胁为什么不站出来说 你这种行为是错的 不正当的 我要抗议 可是台湾自己台湾当局也没有反击啊 所以我要问的是蔡英文吴钊燮 他们是不是也意识到 这一次的情势非同小可 结果我跟你讲 他当然知道 不要再刺激了 所以才会这样嘛 当然是美国今天白宫正式表态 说要众议院对台湾政策法的审查 暂时停止 对 台湾政策法就是要把台湾列为 非北约成员国的一个会员 还是安全同盟的意思嘛 只是说你不是会员这样 那这个也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真正危机来的时候 那这些平常吹牛的表态 通通都不见了 都回到说 这个没有必要了 要节制问题危机在 造成实质的封锁 那请问如何解除 你为什么军舰不护航商船货轮 去解除封锁呢 你平常不都这样教我们的吗 那现在跑去哪里了 所以我就说 就平常不要讲那些有的没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军事嘛 你碰到真正的军事 就突然之间讲的话 跟我平常一样 我平常就在讲说 两岸要建设对话 和平最重要 抗中不能保台 要和中才能保台 这不就是我们在场的 老生常谈 在讲的 是吗 结果我们平常讲这些话 他就说你是中共同路人 然后现在危机真正出现了 自由航行不见了 坚入盘石不见了 然后你平常抗中保台也都不见了 我觉得这一次 让大家看到真相是什么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样能够帮到林志坚 帮不到 林志坚今天还 昨天还公开发言 说张善政你还没有讲 反对中国 显然他还在玩这个梗 你知道 是啊 虽然说那个国门桃源讲错了 那被笑过 对 可是林志坚就抓到这个梗 拼命用 然后林时中 陈时中也是 陈时中说 我们都是勇敢的台湾人 也开始玩这个梗了 陈时中你勇敢一点 表现给我看 请你赶快租船 到基隆或者哪里 去抗议封锁 呼吁政府 拿出排除封锁的强力作为 不然你在跟我讲 勇敢的台湾人 你在说什么 就是这种只会讲 都是嘴炮 平常嘴炮为了选票 真正危机来到 嘴炮不见了 行动也没有了 累的是谁 真正在帮我们 保护我们的是国军 国军 对第一线国军 今天最辛苦的就是国军 我坦白说 美国也有一些议员在骂 培洛西 说你让美军陷入 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一样 就你平常在那边吹 抗中宝台那些人 你就是陷我们的国军 陷入一种不必要的风险之中 然后真正发生事端了 真的忙的 真的累的 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还是国军啊 你人在哪里 对不对 老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松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足够出人物 CPI444